时间,就像海绵里的水,只要怨挤,总还是有的,以下是我分享的鲁迅经典语录20句,欢迎大家阅读 1.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,鲁迅 2.我们的第一要者,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,鲁迅 3.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屠材害命,浪费自己的时间无异于慢性自杀 4.二十多年前,都说朱元璋,明太祖,是民族的革命者,其实是并不然的 他做了皇帝以后,称蒙古为大元,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 5.时间,每天得到的都是24小时,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,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,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一片悔恨 6.一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,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,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,这死是值得的,鲁迅与路 7.我懂得衰亡民族的所以莫无生息的缘由了,沉默啊,沉默啊,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 8.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,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,然而生命绝不因此回头 9.群众,尤其是中国的,永远是戏剧的看客,牺牲上场,如果显得慷慨,他们就看了悲壮剧,如果显得不素,极恐惧战斗,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9.北京的羊肉腹肠有几个人张嘴,看播羊,仿佛可为愉快,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,也不过如此,而况事后走不几步,他们病这一点也就忘了 10.我总觉得羊鬼子比中国人文明,或只管牌,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,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,中国人就很少 经典搞笑签名 11.哪里有天才,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12.我觉得中国人所运取的怒分已经够了,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,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 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,兵和匪不相争,无腔的百姓却受兵匪之苦 12.就是最变的证据,在陆谷的地说,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悲劝 12.悲劝的人,即使有万丈怒火,除若草之外又能烧掉什么呢? 13.我们自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 14.巨大的建筑,总是由一幕一时叠起来的,我们何妨做作这一幕一时呢? 我时常做些零碎事,就是为此 15.灵台无忌讨神史,风雨如盘暗故园,记忆寒心全部查,我以我却见缺缘 16.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,但其实,是爱斗争的,爱看别的东西斗争,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17.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,鲁续名句 18.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,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是一种财富 19.现在的许多论课,多说我会发脾气,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,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,就成友或成仇的人 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,要点就在彼此略小结而取其大 20.希望是复利于存在的,有存在,便有希望,有希望,便是光明,鲁续名句,幸福千里有天才 20.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,都用在工作上的